好,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第一,哈哈今年七岁,妈妈今年三十五岁,那你会发现给了这两个条件之后,哈哈的年龄和妈妈的年龄,今年的年龄是不是全都知道了? 那就意味着两个人的年龄和你知道不知道? 嗯,你知道。 他知不知道? 你知道。 倍数知不知道? 你当然知道了。 那么对于今年来讲,这两个人的年龄,所有的一切都近在角落,对不对? 可是人家又没问你今年呢,问题是什么呀? 嗯,问题是…… 嗯,什么时候妈妈的年龄是孩儿的三倍。 诶,什么时候,这个什么时候可就一杆子打出去不知道多远了吧? 那告诉你那是具体的哪一年了吗? 没有。 没有,那这时候又应该如何来解决呢? 当然了,通过前面最开始的那个小表格,如果以观察的足够仔细,那么你应该知道,在我们的年龄问题当中,和差倍这几个关系,有什么是一直都在变,特别不好把握规律的? 嗯,年龄的倍数。 年龄的倍数,是不是属于过了这撮,没这边,今年是几倍,过一年可就不知道是几倍了,对不对? 嗯。 但是,有没有不变的量呢? 嗯,年龄差了。 年龄的差不变。 诶,同学们,差不变。 那么对于今年来讲,海海七岁,妈妈三十五岁,那你说今年妈妈比海海大了多少岁呢? 嗯,二十八岁。 二十八岁。 那你说明年大几岁? 嗯,还是二十八岁。 后年大几岁? 还是二十八。 是不是一直妈妈比海海大的都是二十八岁,对不对? 好了,同学们,那么接着最重要的问题就来了。 他问,什么时候妈妈的年龄正好是海海年龄的三倍,对吗? 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,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妈妈的年龄是海海年龄的三倍,而且妈妈还比海海大二十八岁,是不是? 同学们,知道了倍,还知道了两个人年龄的差? 那你来告诉我,实际上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啊? 嗯,知道了何。 知道了何吗? 知道了,对。 诶,差倍问题。 这是一个差倍问题,对不对? 所以,他就直接可以用这个差倍问题来解决了。 那不妨我们一起来画个图来看一看。 也就是说,当妈妈年龄是海海年龄三倍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,解决年龄问题的时候,由于倍数关系是总是在变化的, 所以一旦题目当中有了倍数关系,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倍数关系给他牢牢的抓住。 那妈妈的年龄是海海年龄的三倍,而我们又知道,妈妈比海海一直都是大二十八岁的,那么当然,妈妈比海海大的这一段就是二十八岁了。 好了,那你马上口答告诉我,那个时候海海应该几岁啊? 嗯,十四岁。 多出来的两倍对着二十八岁,所以一倍应该是十四岁。 也就是说,当海海十四岁的时候,妈妈的年龄正好是海海年龄到三倍。 而那时候,我再问问妈妈多少岁啊? 嗯,四十二岁了。 四十二岁了。 来,我们来看看详细的解题过程了。 妈妈比海海大二十八岁,这是一个一直不变的量。 那么当妈妈年龄是海海年龄三倍的时候,仍然达二十八岁,就变为了一个差倍问题。 所以那个时候海海十四岁,当海海十四岁的时候,妈妈的年龄是她的三倍。 所以这道题来讲,你会发现解决她最关键的在哪里了? 那就是年龄问题最最重要的一点,年龄差却不变的。